高雄发生了非常凶狠的凶杀案 这名男子因为向同居女友要不到钱 把她的头给紧紧抓着之后 去猛烈地撞地板 然后再把整个人抬起来之后 狠狠往下摔 女友就这样子伤重摔死了 但是呢 这名男子竟然还冷静地清理了现场 跟尸体在报警谎称女友情生 住宅阳台有碎裂的酒瓶 明显经过清洗 却还看得到喷溅血机 往下流到下方民宅的冷气机上 令人起疑的是 女子却曾是在客厅 同居男友还报警说 这是巡短 然后她的面部 还有手腕割腕的地方 都有被清洗过了 但是她是上半身躺在雪坡中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迹象就很可疑 然后嫌犯也有承认说 她有洗过这个女子的身体 死者幼太阳穴 有一个两公分伤口 左手腕的确也有刀伤 但是后脑勺明显肿胀 女子还捣握血迫中 远景立刻看穿 现场已经被清洗过 故步一阵 在殴打这个女子的时候 抓这个女子的头发 去撞起这个地板 而且在生气的时候 把整个女子抱起来 往地板摔 用极其凶狠的方式 抓女友的头撞地板 狠摔致死 现场激证 戳破凶贤谎言 她只好承认 因为跟女友要不到钱 发生争吵 愤而杀人 这个懒得跟这个女的 最近去这个女子的家中 说这个女的要开 没法店 说要借一笔钱 但是遭到这个女子的家属的拒绝 凶贤工作不稳定 经常当身手牌 165公分身材一般 但每次要不到钱 就打女友 下手都非常重 这一次还是重拳 落在女友身上 只是她已经承受不起 重伤身亡 记者黄小琪赖维佐 高雄报道